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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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蝎子 随后我们住进司徒家 初时我们被他柔弱且伪善的外表所蒙蔽 后来得知他的身世后 又下意识以为司徒家只不过拿他当作丫鬟来看待 便将这个疑点也忽略掉了 这 这 这怎么可能呢 我和夫人但他虽不若亲女可也不算差了 每天被当作佣人使唤 住的地方又那般简陋 也叫不差 不是他不是他自己选的 不是他自己选的 活也是他要抢着做 说是宝恩 我们一家可 未措磨过他呀 我相信族长所说的都是实情 因为司徒莫心本就是带着穆帝来到的破灵镇 他害怕暴露身份 所以不想与人太过亲近 但又要尽快熟悉破灵镇 更需要名正言圣外出的机会 而包揽司徒家内外砸活 无疑是最合适不过的办法 难道他的目的就是为了杀包公子吗 可是他又怎么能算到 你们什么时候来破灵镇 早早的就在那儿等着呢 他要杀的人不是我 毒蝎不易控制 所以他第一次动手 并不是有目的地去针对某一个人 司徒莫心借着破红魔的出现 混淆视听趁机下手 可是他怎么断定破红魔一定会出现呢 难道巧合 当然不是 毒蝎上进了大珠草的毒液 这种毒只有在白天毒性才裂 我猜司徒莫心又添加了其他毒药催发毒性 破红魔发现他的行踪后故而现身 因是夜晚受伤 才导致我中毒不深 可他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 因为他想要杀一个人 就苦于找不到机会 所以只能想办法搅混这池水 我好像有点明白了 后来他没有带我们去梅娘家 应该也是为了暗中下手 可是你又说他的目标不是你 可当天晚上他分明还是想要杀你啊 不 他想要杀的人 是当时也在场的皇上